一个阳光明媚的中午 一家医院里 几个护士呢坐在那边聊天 刚好也没有病人嘛 大家就戳戳手指甲 聊聊闲片什么的 这个时候啊 突然冲进来一个蒙面匪徒 手里拿着一把枪 不许动 把钱都给我交出来 不然我打死你们 护士长非常的疑惑 先生不是 你要抢钱 也要到有钱的地方去呀 我们这里不是银行 是金子银行 什么是金子银行 就是人们捐献金子的地方 这样啊 这很衰 我不做点事情就这么走了 多没面子啊 你 那个匪徒指着一个女的 女的啊 为什么是我 不要废话啊 就是你啊 那罐是什么东西 那 那罐 那罐就是别人刚刚捐的 那个匪徒就把那罐东西拿了过来 哟 哟 还是热乎呀 给我喝下去 啊 我不要喝 你是要喝还是要死 啊 好 我喝 你不要开枪 我喝就是了 嗯 好 喝干净了吗 喝完了 先生 你走吧 不行 这怎么够 把冰柜打开 啊 那个护士就把冰柜打开 又拿出了几罐冰镇了 喝下去 这 你是要死还是喝 我喝 我喝 你不要开枪 不要开枪 先生 你就算打死我 我也喝不下去了 啊 我看 这也就够了 至少那个匪徒 突然间摘下自己的面具 护士一看 老公 老公怎么会是你 那个匪徒笑了一下 哼哼 结婚这么多年 早就叫你试一试 不难喝吧